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稀里哗啦的拼命下 那当然大家最开心期待的是这个集水区 是不是有能够有更多的水的进账 那OK但是呢目前看起来 虽然就是说雨下的还不小 但是说降雨的分布范围并不广 譬如说石门水库这个集水区呢 就在复兴侧站累计的雨量是127毫米 但是平均来说的话呢 整个的集水区这个雨量大概都只有平均下来了 只有10啊20啊毫米左右啊 所以呢是这样子的 那另外的话呢像新竹的宝二跟宝山水库 因为呢这个竹苗啊 这个这个是陶竹 这段时间看起来的话呢 也陆陆续续的可能要进到分区供水啊 这样这个状况了 或者分时间供水 所以大家很关心啊 那尤其有竹科啦 桃园观音啦 这些工业区啊 还包括大家的生活嘛啊 那所以呢这边讲到的说 呃新竹部分的尖石箱的呃侧站 说累计的雨量有破百啊 啊那所以嗯有不无小补啦 不算多哦 但是不无小补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封面的话呢 在今天会持续啊 所以呢这个今天还会稍微的可以期待呢 再下一点雨呢 再解一点热啊 我想这个蛮重要 是一方面呃又可以让这个缺水的问题 稍微的啊这个解除一下 重点还在于说在供电啊 否则他那么的热啊 动则呢38度40度啊 这个用电量呢不断的飙高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确实啊 这个呃被载容量率啊 一直都是在黄色灯号左右啊 不管是税收也好 不管是我们这个能源政策本身啊 呃对于绿色能源过 赋予他过高的期待 目前进度过慢也好啊 总而言之呃真的是很吃紧啊 那所以呢下几场雨看起来呃 对于缺水也好 对缺电也好 都有呢比较大都有一些帮助啦啊 好但是呢 雨势到今天也就也就停了 那要再期待呢 再下雨可能到下个礼拜了 说下个礼拜一呢 再有封面呢会难下啊 那包括呢这个西南风的影响 全台应该都会有雨的 大概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呢 今天的天气呢稍微的舒服一点啊 大概全台湾35度左右的高温啊 如果真的热的时候啊 好那这个部分在今天出门的时候提供给大家 呃会有一些雨势 然后的话呢温度会稍微的舒服一些些 没有那么热 好那看完了这个呃天气之后的话 那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全球的疫情嘛 那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是啊 这个在昨天啊 总共是呃 334例的本土5例的境外啊 256例的校正回归 我还是现在讲起来都要很复杂 总而言之 通通加起来的话 如果通通加起来 595例啊 595例 那所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大家就会知道说 昨天的防疫中心啊 呃疫情中心 还有呢双北在讨论什么了 就讨论了到底5月28号解封的了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应该没有办法 所以呢昨天呢 陈时东在回答大家 呃媒体的提问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说 目前专家建议啊 在继续的至少再往后延一个礼拜 那双北的话呢 呃呃科文哲也讲了 他认为呢到528还会再有一个高峰啊 只是希望呢 一个一个高峰期 那越来这个高峰越来越低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就代表呢 呃可能到6月中的话呢 我们可能可以正式解封 好 所以呢目前的最新的状况就是啊 呃对于大家可能想说 仍然两个礼拜啊 目前可能两个礼拜还不止了 要至少再一个礼拜 但是呢 防疫中心还没有最后的拍板定案 啊 说这几天 呃会啊 来正式做宣布 那如果说呢 呃这个持续性的全国的三级防疫的话 同时当然呢 学校里面的课也就会继续研要继续改成线上的教学了啊 那所以刚才在跟沈英聪聊到说 现在很多的家长啊 一个头两个大 呃 所以现在显然的啊 会继续的呃 哀嚎中 就是必须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啊 ok好 那所以对台湾来说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呃 在台湾的疫情部分 我觉得比较几个重要的重点要讲到 就是说 一个是昨天的数字嘛 这个334 总共加起来是595 那呃 这个10天累计下来 所以我们都观光看短短的10天之内 我们就累积了3584例 当中的话呢 重症的比例是10.38%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重要的啊 所以呢 也因此我们看到呢 呃 大概从呃 这个过去的也是10天下来啊 这个总共有17个人死亡了 在昨天又有6个人死亡 好 所以呢 这些6个人死亡里面呢 尤其当中啊 比较 呃 让大家觉得遗憾的是啊 还有10个人是死在 我们刚讲总共17个人里面 10个是死在医院的啊 7个人是到院前死亡 那另外有三个的话呢 死后才 才检 才知道是 确诊 啊 所以我觉得中间凸显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显然的我们呢 加强版的啊 这个 嗯 检疫所 应该还不够啊 所以还是有 我们心里就不断的呼吁啊 等到我们看到第一例 第二例呢 有到院前死亡的 对他们在家里面 等待卫生局通知 我们已经不是说到医院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医院必须要去分仓分流 医院必须要留下来 等待啊 去治疗重症者 但是呢 轻症者跟无症状者 我们那时候就讲了啊 要尽快的去成立 更多的这个检疫所 但是呢 呃 现在有再成立了 但很显然的 还是有些不足之处啊 就呢 有7个人呢 是到院前死亡的 那当然他们自己 有些慢性病啊 那所以呢 这一次也还是明显看得出来 年纪偏长者啊 在罹患重病 甚至呢 死亡的几率还是高的 那再来的话呢 三个是死后裁减 确诊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 我们刚 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很可能 这一次 呃 就是无症状啊 无症状感染的状况 是有的啊 而且他发病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他可能都来不及去塞 或者塞的时候都还来不及 呃 出来PCR啊 这个可能还在那边塞车中 结果他就死了啊 那死了之后 才发现说啊 他竟然啊 是阳性 所以呢 这些问题都显示出来啊 这个当然有专家认为 代表说我们的医疗量能啊 还是不足的 那再来就我们的整个筛减的量能 目前看起来似乎也不够啊 在这个确诊这个区呢 也不够普遍 我想这些事情都是呢 在看到这些数字本身有意义的啊 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讲到呃 有关于这个校正回归了啊 那虽然大家真的搞得有点 不煞煞 就到底说今天的数字 要怎么去看待他 譬如说啊 这个昨天公布是334 那334的意义 会不会在过几天之后 又被校正回归了 然后又往上加 显然是会的啊 那所以等于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数字 线面有个谱 他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 因为像是已经连续几天了 从前从第一天的四 呃400例的校正回归 到昨天呃 这个也是300多 然后再来是200多 这样的校正回归回去做平均啊 现在其实呃 不管是我们的疫情中心 不管是各个媒体都有一些相关统计啊 我们现在呢 校正回去平均到我们的整个的 这一波疫情爆发以来每一天 我们会知道啊 这个到昨天的256 校正回归到过去平均在10天里面的话 推估已经有三天 都比想象中的来的更高 都有三天破400了 所以我们先前的印象中 过去10天来300多的啦 200多的啦 到昨天也还是300多 但事实上校正回归三天了 推回去之后呢 都有更多是因为塞车 没有确诊的数字出来的 现在出来了 平均回去之后呢 呃 5月17号是最多的476 5月19号431 5月20号 520那一天405啊 那更多的天数都是300多哦 那所以呢 代表的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来 我们所认知到的疫情其实是更严重的啊 好那所以呢 希望啊 也就是希望 我想这是为什么现在目前为止 看起来还要继续延长的 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还没有完全过去 最高的那个peak啊 可能过了 但是现在呈现一个高原期啊 就我们并没有很明显的显著的往下走啊 又有往下走一点点 但没有很明显 我想这是为什么呢 目前看起来呃 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这个是防疫中心正在研判中 应该会要去延长三级的防疫生活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呢 就是呢 有关于啊 这个昨天的啊 这个疫情中心讲到的一些相关数字啊 更细部的一些数字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重点啊 让大家知道一下它所代表的意义 好 但是相对于全球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这数字数字感受深了啊 那因为台湾过去一年多真的是平非常的平缓啊 所以感受深 但是事实上数字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也不要那么的紧绷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全球确实都在很明显的下降当中啊 这个以色列已经到了两位数字这么低的啊 因为打疫苗的关系 所以因为打疫苗的关系在今天全球已经降到了 呃 42万人新增确诊啊 这个7000多人的新增死亡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啊 来 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这个全球疫情啊 目前的持续性的下滑啊 这个单月新增的话呢 呃 已经到了就是只有40多万人啊 那先前的话真的是 如果每天在听的话 你会知道到这60几万70几万 那过去当然也有这个接近百万的啊 好 那这个最明显的是印度啊 这个印度的话呢 持续性的下滑 今天已经破了20万以下了啊 从先前接近40万到30几万是常态 那后来降到20几万 今天的话呢是降到19万5815个人 单日新增 那所以呢 这个是少很多了啊 那但是呢 他的死亡人数还是多的啊 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 在3000多 单日死亡就有3498 好 所以呢 这是印度目前的最新的状况啊 那几个比较大的像是巴西啊 巴西的话呢 单日新增3700啊 虽然看起来也还蛮高的 但是比起呢 七八万已经降了很多 美国的话呢 持续也是降 降到了呃 一万呃 一万四千多 这更明显更低了啊 所以呢 这几个主要的国家 目前看起来都是下降的趋势啊 那回过头来一样的 看这个区域性的啊 这个在亚洲 除了印度降到19万之外 他的邻近国家的话呢 尼泊尔啊 还是7200多 所以相对来说也还是高 那但是呢 巴基斯坦3000多 斯里兰卡2000多 孟加拉1000多 还算可以了啊 那所以呢 等于是在南亚地区啊 以这个呃 印度为核心的话呢 印度稍微降 那但是呢 呃 尼泊尔的状况还算是呃 缓降啊 还蛮严重的 尤其呢 这两天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喜马拉雅山 呃 他们的登山的那些营队啊 其实呢 爆发了严重的感染啊 所以呢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呃 严峻的气候底下呢 还要面对呃 这个染疫啊 的状况 所以呢 兵荒马乱啊 这个状况还蛮危急的 好 这是尼泊尔 那再来的话呢 中东地区目前看起来呢 呃 这个伊朗啊 又比昨天呢 稍微高了一点 所以伊朗今天有破万啊 今天伊朗是11000多 但土耳其的话呢 已经连续两天都降到了一万以下 今天呢 是7000多 所以中东地区目前是这样的局面 呃 比较值得担心的是东南亚 东南亚的话呢 我们是看趋势了啊 那这个趋势的话呢 这两天都是往上走的啊 呃 虽然没有破万啊 但是马来西亚呢 呃 标到了6000多 而连续两三天都是6000多了 呃 印度呢 本来一度低一点 现在呢 又标到了接近6000 呃 菲律宾呢 是4900啊 那泰国的话呢 是2700啊 所以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呢 马来西亚印度跟菲律宾啊 那这几个国家目前看起来都是呃 有在继续啊 这个染疫扩大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 哦 那再来看一呃 日本 日本的话呢 4045啊 比起前两天的50006000啊 那好一点点 但是呢 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呢 现在问题可能还更大的啊 部分是呃 现在的话呢 很明显他们国内的企业啊 是公开站出来的表达 反对呢 强行举行东京奥运啊 除了我们昨天讲到的阮营啊 这个创办人呢 呃 孙正义之外啊 这个包括像什么乐天啊 都是非常大的 这个商界领袖呢 都站出来 他们认为说呢 呃 如果说贸然的强行的举办啊 呃 除了你不想要让先前的签的约啦 可能导致赔偿啦 包括甚至跟 呃 国际奥会都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违约金 等等啊 但是如果硬是办下去的话呢 造成如果疫情染疫啊 可能呢 会得不偿失啊 那所以呢 就是目前日本政府啊 面对呢 呃 国内包括民意啊 包括呢 商界领袖啊 目前都是一个反弹的局面 那再来的话呢 雪上加霜的事 昨天呢 美国的国务院啊 正式把日本呢 列入第四级请勿前往的国家 这真的是很尴尬了啊 这个一方面的话呢 你说呃 这个东京奥运7月23号 差不多等于是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后啊 就要举行了 呃 如果说列为请勿前往 那请问选手要前往吗 啊 如果在两个月之后还是请勿前往的话 那选手不前往 还是民众不前往啊 那如果你下了一个呢 民众不前往 选手可前往 选手敢前往啊 哦 那我想这些都是蛮大的问题啊 所以对日本来说 我看的真的是现在呢 一个头两个大了啊 OK好 所以呢 就是日本的本身在疫情啊 的问题当中就呈现的 目前有点压不下来啊 然后呢 这个医疗失控 但是呢 某个程度又面临到 是否要举办全球性的大型赛事 呃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难的决策的 呃 两难的关键啊 同时也面临到很多经济上的损失 形象上的受损等等啊 所以对日本来说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啊 这个临近的几个呢 呃 所谓的模范生啊 那这个模范生里面啊 看起来的话呢 台湾跟越南啊 持续的都还是呢 在一个啊 数字啊 这个就是没 居高不下 并没有下来的一个状况啊 这个台湾 呃 在我看到的这个 呃 上来啊 这每天看的这个数字里面 呃 这边灯载的是339了啊 那这339代表是334 是呃 境内 加5是境外啊 那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再加上256的校正回归 应该是我们刚讲的 呃 595 那所以 这个数字就是在不同的呃 网站上面也有这个听的朋友提醒我说我们的CDC 我们的这个呃 卫福部的网站是有写比如说59590啊 595啊 但是在国际的一些网站上面呢 看起来的它是维持一个没有校正回归的了啊 那呃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啊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去想他了 但总而言之我们要去解读的是数字背后真正的意义嘛 我想这是最重要也是陈志东说的嘛 陈志东说啊 这个叫做回归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真正的呃真实的数字 真实的数字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让你觉得恐惧 而是要让你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呢做出政策正确的防疫的决策嘛 包括这个数字分布在哪里 什么样地区 什么样年龄层 什么样性别啊 他可能呃 校长怎么样 我想这些都是可能更重要的啦啊 那OK好 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台湾啊 这个台湾呢 今天在这个数字上面看的是三三九 那这个越南一八七啊 那越南的话呢 就一直一直维持在一百多 那新加坡好一点啊 他就维持在三十六 整个德亚洲地区的话呢 是二十七万啊 所以呢 其实印度下来了 整个看起来是比较下来的啊 从我们刚刚讲到的啊 这个菲律宾啊 还有呢 现在正在努力啊 跟过去的成功呃 搏斗的啊 这个越南跟台湾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美洲啊 美洲部分的话呢 我们刚讲到了美国降到了一万四千多啊 是好消息 巴西三万多 阿根廷还是有两万二 那另外的话呢 哥伦比亚一万六啊 这个智利有五千多 那OK 在欧洲地区今天呢 还不错啊 也都是降到了万以下 那尤其是啊 这个法国 这个法国真的是起起伏伏啊 今天只有两千多 跟这个呃 几乎已经快要到达集体免疫的英国数字差不多啊 所以呢 英国就是维持在两千多 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啊 所以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今天都是两千多 所以比较高的呢 相对来说是俄罗斯八千多 德国是五千多 西班牙三千多 所以整个的欧洲今天只有三万七千多人的单日新增感染 好 所以呢 整个的全球目前显然的打了疫苗是真的有效啊 所以呢 嗯 我们呢 每天啊 再看看今天的消息就除了是不是啊 要延后的同时疫苗 我觉得真的是疫苗 否则的话呢 呃 就算说延一个礼拜延两个礼拜啊 如果说呃 就算比较趋缓也担心他再次飙高啊 因为都是这样的起起伏伏的疫情嘛 所以会知道说如果有疫苗的话 真的就这个防疫策略来说 才是呃 接下来未来这半年一年啊 能够去长期对抗啊 把它当做一个像流感一样的啊 这个流行病啊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疫苗了 OK 好 所以呢 这些跟今天啊相关的疫情提供 那休息会儿再回来看看欧美股市 好 回到兰讯时间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欧美股市啊 这个欧美股市在昨天呢 嗯 多半都是上扬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啊 在美国呢 那道琼会员指数上涨了186.14点 收在34393.98点 涨幅是0.54% 拿下指数上涨190.18点 收在13661.17点 涨幅是1.41% S&P500呢上涨了百分之0.99啊 另外呢 费成半导体涨了是百分之2.32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上扬 德国上涨了百分之0.44 英国上涨百分之0.48 法国上涨了百分之0.35 OK 好 那这个欧美股市呢 都上扬啊 那这个前一天是因为呢 呃 这个讲到呢 联准会有几个啊 呃 地区分行的呃 这个总裁都出来呢 而认为似乎应该要讨论一下啊 这个通膨所导致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呢 呃 什么时候应该要适时的来进行减债啊 因此导致了股字股市下跌嘛 结果昨天呢 是更多的呢 其他的联准会的分行的总裁呢 出来喊话 呃 就是其实应该这样子讲啊 这个联准会内部应该是有鸽派跟鹰派之争了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还是鸽派啊 比较居多数 那所以呢 就决策来看的话呢 还是倾向于呢 呃 这个不理会通膨 而且认为通膨呢 是一个暂时性的啊 那所以昨天出来发言的 就是呢 持这样的论调啊 这个包括了像是联准会的理事啦 呃 这个亚特兰大的联准会的 银行的总裁啦 呃 圣路易联准会的呃 银行的总裁啦 等等啊 这些人呢 都说 他们认为呢 呃 随着疫情慢慢的消退啊 这个过去的被压抑的一些客户的需求 消费者的需求都会得到释放啊 所以得到释放之后的话呢 一些供应短缺的状况啊 呃 原本推高物价啊 这个物价的情形呢 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自然的啊 符合市场上的律动 而不会呢 目前看起来呢 似乎呢 有一个呃 过高的情势啊 那所以还认为呢 这个物价上涨应该是暂时的啦 啊 所以也因此他们认为呢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到处必须要去思考 是不是要减缓购债 是不是甚至要调升利率啊 所以应大概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这个话题出来之后啊 呃 就呃 这个对于这个通膨隐忧的啊 又是一天啊 呃 我觉得这个就是起起伏伏啊 也是起起伏伏 就一天稍微的又舒缓下来了 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啊 这个气氛的话题 那另外的话呢 就有一些呃 相关的个股的带动啊 那OK 这个个股的带动 当然一个都包括了美国的疫情啊 美国的疫情呢 目前看起来比较趋缓啊 啊 那继续的施打疫苗 那这个美国的总统拜登 他即将签署一个叫阿拉斯加旅行法案啊 允许呢 原本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放在这个呃 阿拉斯加啊 就放到外面不回来的啊 这个让游轮可以在今年返回阿拉斯加啊 所以呢 这对于旅游啦 啊 这个航呃 游轮啦 航空啦 都是一个啊 蛮具有这个象征性啊 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那再来的话呢 呃 就是我们刚讲到的啊 他们呃 把日本线列入 第四级请务前往的国家啊 所以这个部分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打击 但是就这个旅游来说的话呢 国内旅游来说的话呢 表现的事实上呃 是一个还不错的啊 这个势头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一些相相关的加密货币的概念股 在昨天的话暴涨 为什么呢 哦 这个又是因为呢 呃 马斯克了 这个马斯克呢 他在昨天 呃 突然之间啊 又 呃 讲到了啊 他说呢 他在推文当中讲 他已经跟美国的矿商 北美的矿商呢 进行了交谈啊 那呃 可能进一步有什么样子的合作 那再来的话呢 还宣布要招募狗狗币的开发者哦 等等 那所以呢 现在几乎啊 这个只要马斯克呢 讲到了一些跟比特币啦 加密货币有关的话题啊 整个的呃 这个加密货币呢 就是暴起暴跌 所以今天我看到的这个华尔街日报 我还特别报道了一篇文章 讲到马斯克已经成为了比特币价格的最大影响者啊 他举了几个例子啊 比方说今年一月的时候 呃 也不过马斯克在他的推特的推文上面加了一个呢 警号比特币 哇就比特币的呃价格呢 就飙升了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 二月份的时候他呃透露说他在公司啊买了价值十五亿美金的比特币 哇结果比特币当天飙了百分之十六 结果呢 在五月份的稍早记不记得他又说呢 呃我们不要把我们不再接受啊 这个比特币作为购买车子啊 这个特斯拉车子的付款方式了 先前说要嘛 现在后来又说不要 一说完之后 哇这个今年度以来最大的暴跌就在那一天发生 所以呢 把过去呢 曾经涨的通通都跌回去了啊 那呃这个四五月前后 大概呢比特币跌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当中呢 马斯克的贡献 这个华尔街日报说的话 马马斯克的贡献就几乎是百分之四十 好所以呢 涨涨跌跌都来自于马马斯克啊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呃这个昨天啊 这个嗯 马斯克再度的讲到 我们刚刚说到的 不管是什么矿商的话题啦 狗狗币的开 呃开发组等等啊 又让昨天呢 整个的加密货币等等的概念股 通通都上涨了 包括特斯拉自己都是啊 特斯拉呢 上涨了百分之四 那加密货币的运营商涨了啊 这个中间有个矿商 暴涨了百分之十六点六二 那另外一个呢 涨了百分之十点八二 哇 OK好 所以呢 这是一波哦 这个昨天 因为比特币暴涨啊 所带动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那再来的话呢 就来看看几个个股了啊 那这个几个个股除了我们刚讲到的特斯拉 呃之外啊 这个马斯克真的是翻云覆雨了啊 所以我才说他的推文实在是啊 这个你要说一言新邦一言上邦啊 他这个状况啊 这个一一言标涨 一一一言暴跌啊 如果说你去想想看 马斯克如果是真的想要去中间从中谋利的话啊 他知道自己的推文这么具有影响力 譬如说他要讲好话之前先买 哇 然后写一个好话在推文上面 哇 暴涨之后再卖 哇塞 当场现金入贷 不是吗 啊 所以这个实在是市场的游戏啊 有时候坦白讲也太精神了啊 有时候太过戏剧性 未必是个好好事 好 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是苹果 呃 即便呢 目前嗯 就我们觉得疫情还很严重 这个全球疫情有点趋缓了啊 所以呢 这个目前苹果的年度开发盛事啊 WWDC 他们的主题演讲在6月8号的凌晨啊 我们的时间凌晨 他们会照例举行 那是不是还是视讯啊 这个没有特别说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资本上 大家就开始会去期待嘛 那因为苹果每一年 呃 这一些呃 开发盛会啊 其实都是大家众所关注的 所有很多的创新 都会在那个时候呢 来登场啊 好 所以呢 这个苹果股价是上扬的 那另外的话呢 是维珍银河啊 这个维珍银河呢 他们昨天股价飙涨了 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四 呃 OK 因为呢 他上个礼拜 周末的时候 完成了首次载人的 太空飞行的测试 都很顺利 所以呢 接下来预测 明年可以 可以启动呢 太空观光 哇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来训时间啊 那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几个相关的个股嘛 那这个 嗯 马 就特斯拉 然后的话呢 是苹果 哎呦 还有维珍 呃 维珍银河 OK 还有啊 还有几个消息呢 一个呢 这两个消息都是跟刚才第一个小时 我们在跟呃 沈云聪聊到经济学人杂志啊 有关的 显然呢 大家关注的啊 这个焦点呢 都还蛮一致的啊 首先的话呢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关于呃 这个discovery啊 跟这个美国的 Warner啊 这个Time Warner呢 和呃 打算要这个合作啊 这个合并 的事情啊 那这个事情的话呢 呃 目前看起来的啊 因为它即将成为啊 这个全球第三大的啊 这个串流平台 呃 另外就是相继于迪士尼啊 跟这个netflix之后 那显然的整个的串球 串流平台大战啊 这个即将开打 那现在更有啊 这个其他的 包括Amazon也加入这个战局啊 所以呢 就是目前呢 华尔街日报特别报道的 讲到亚马逊啊 他最近呢 即将达成一个交易 要花90亿美金呢 收购好莱坞啊 这个电影公司呢 米高梅 这米高梅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 历史悠久的电影公司啊 呃 我印象中 他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是不是那个狮吼啊 就你只要每次呢 看到这个呃 电影一开头 有只狮子在那边吼啊 这个片头 就代表这个是米高梅所制作的啊 他是从无声电影的时代 就已经成立的一家电影公司啊 那所以的话 嗯 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 指标性啊 也是一个呢 影视的巨破 好那所以呢 当这个亚马逊 要去购买他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认真的知道 他是打算呢 进军啊 这个串流平台 去呃 想办法充实他的content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交易 说这个礼拜应该可能会达成协议 好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串流 也不能讲美国 全球的串流平台大战 呃 因为全球都受到这个啊 美国这几个串流平台 所提供的内容啊 的一些 你要讲软实力啊 的影响也好啊 还是呢 这个垄断也好 都是啦啊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 呃 显然的会是一个呢 呃 越来越热烈 而且呢 疫情顶了一把更大的火 让这样子的一个厮杀 呃 来得更加的激烈 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 对视听众来说 是一个好处啦 就大家呢 良性竞争啊 但是呢 每个本土产业本身 我觉得呢 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啊 否则的话呢 嗯 都是啊 这些呃 外国的影视啊 这个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些 嗯 商机啊 OK好 所以这部分是Amazon最新的消息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是华尔街日报报报道 特别讲到的是绿色金融 好所以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 也讲到了这个绿色金融啊 讲到说 呃 现在呢 这个讲到绿色似乎呢 点时省成金啊 所以所有的一些 甚至连石油公司啊 都拼命的投资 呃 这些绿色金融啊 想办法把自己洗绿 那刚才有讲到说呢 可能包括像今年的投资 有四分之一以上呢 都是在投资呢 绿色金融 那事实上呢 确实啊 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最 呃 主要的报道 也是讲到最新的这几笔啊 显示今年度的啊 这个应该是有些数字吧 啊 第一季 他说呢 全球以环境有序啊 为这个最主要的焦点的 投资基金啊 这个基金的资产规模 到达了接近两兆美金 是在三年当中增加了两倍之多啊 那所以呢 现在每天几乎都有超过 50亿美金的债券跟贷款等等啊 都是以呢 绿色倡议啊 呃 为这个目标啊 这个投注相关的资金 那甚至美国最大的两家银行 还承诺在未来的十年之内 要提供的四兆 四兆美金啊 的气候导向的融资 呃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鼓励啊 认为呢 这个绿色永续啊 是一个非常未来性的啊 一个呃 产业 然后呢 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啊 去帮助他 那当然也希望从中间 得到更多的获利了啊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是看到 呃 有数多的美金啊 都去支持呢 能源转型 OK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 比较重要的一些呢 国际的财经的讯息 OK好 那接下来看看呃 这个讲到能源嘛 这个能源 呃 虽然呃 这个大家都期待绿能啦 不管是太阳能啦 风电啦 哦 等等的越来越能够去取代啊 这个火力发电 呃 跟石油 但是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 还是看看这个呃 石油的价格 好 昨天的话石油价格呢 纽约部分上涨啊 百分之三点八八 苏打每一桶六十六点零五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三 苏打每一桶六十八点四六块钱美金 啊 原因在于呢 另外一个呢 国际新闻啊 那就是呢 有关于伊朗核协议 好 那伊朗核协议先前本来有传出一些呃 在欧盟居间协调当中有一些好消息 但是呢 最新的消息是美方的官员说 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啊 这个伊朗打算要遵守核协议的迹象跟诚意啊 所以他们说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显然的在近期当中不会发生 好 那所以呢 他们认为呢 伊朗的不合作也因此让啊 这个石油市场当中本来担心啊 伊朗的石油很快的就要回到市场这件事情 短期之间应该不会看到 OK 好 所以呢 油价呢 就因此而上扬 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国际新闻啊 这个带动影响啊 这个油价的一个很明显的牵动 那再来的话呢 国际新闻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受到关注的啊 那就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呢 在昨天啊 突然之间呢 他们呢 嗯 等于是让啊 一架客机改飞 改飞到一个明斯克 那本来的话呢 这个叫做瑞安航空 他是从雅典起飞 那本来是要飞往一个叫做 维尔纽斯的地方 结果呢 意外的被白俄罗斯政府啊 要求呢 这个降 这个降落在明斯克这个地方 那他的说法是说 是有不明的炸弹威胁了 但是大部分的西方媒体都认为 他因为啊 这个飞机上面有一个异议分子 那所以呢 这个白俄罗斯的政府 为了要逮捕那个异议分子 所以等于是自己截击 所以呢 西方的媒体都用这个国家截击 来形容这个白俄罗斯呢 这个荒唐的行径 等于是一般来讲说 有歹徒在截击 就现在的国家 竟然 自己犯下这个罪啊 让整个的飞机里面的乘客 只因为某个里面的人 因为你不喜欢他 所以呢 因此受到那个人的影响 被迫的要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啊 所以呢 这个消息在昨天 呃 这个发生之后啊 呃 引发全球啊 这个的一些谴责 OK好 所以呢 这个最新消息是啊 这个欧盟启动了对白俄罗斯的 全面性的制裁 包括呢 禁止白俄罗斯的航空公司 即日起再去飞越呢 欧盟的领空啊 还有另外的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陆陆续续的呢 都会去发动 那白俄罗斯呢 显然的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他昨天呢 马上澄清 他说呢 他完全不是因为呢 飞机上有谁啊 什么什么异议分子 是因为他们收到了 来自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的 哈马斯的一个恐怖的恐吓器 这恐吓器里面说呢 里面呢 装有了炸弹 那这个炸弹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他批评欧盟啊 所以在这个 以巴战争当中的支持以色列啊 所以他们就要去劫持这个飞机 这还蛮跟得上时事话题的啊 但是呢 哈马斯出来否认 他说根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根本跟这个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这个意思是说 你白俄罗斯不要转移焦点啊 栽赃到我们的头上来 刻意的污蔑我们啊 所以他们说 哈马斯完全跟此事无关 OK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现场 OK当然啊 蓝轩时间啊 那最后来看看跟这个疫情 还有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消息 我们非常关注的WHA 这个在昨天的正式的开幕啊 那这个显然的开幕当中 我们还希望能够奋力一搏 也就是呢 如果有友邦可以提案 让台湾呢 能够成为观察员 这个提案可以进入到大会讨论的话 那当然啊 这个能够进入就已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了 成为这个议案讨论 然后讨论之后 当然你可能是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啊 他可能就要表决等等啊 他们同不同意 台湾啊 但每一次的话呢 都是在列入议程之前啊 就被挡下来了 那这一次也一模一样啊 所以呢 在昨天看起来的话呢 说包括呢 有什么啊 史瓦地尼 诺鲁跟巴拉圭等五个国家呢 发言支持台湾加入WHA 那再来的话呢 有一些13个国家呢 提案啊 说呢 呼吁邀请台湾呢 以观察员的身份呢 这个加入WHA 那但是呢 闭门会议里面啊 这个进行二对二的辩论 到最终呢 还是一样啊 这并没有被列入议案的讨论 好 所以呢 等于就是一样的啊 这个在这个阶段被挡下来了 但是我仔细看了 这个我们的报道啊 不管是这个五个国家的发言 跟13个友邦的提案 目前都还没有看到 这个什么美国啦 日本啊 等等啦 那OK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呢 WHA 这个相关的状况啊 那对台湾来说的话 当然 这个部分还是一个政治场域啊 这个在角力的结果啦 那有关于这个政治的角力啊 这个美中之间在有关于呢 疫情的部分啊 这个 这个白宫方面再次发动了 对于呢 相关的疫情的调查啊 这个希望呢 世界卫生组织啊 进行第二阶段的针对呢 一开始武汉的病毒株啊 那个时候呢 整个的呃 一开始啊 爆发的状况啊 他们呼吁啊 再进行的继续的调查跟研究啊 了解一下呢 这个相关的起因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啊 显然的美中之间的各个领域当中的呃 拔河跟角力啊 都是无处不在的啊 包括疫情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呢 在国际之间今天比较重要的消息 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啊 那台湾我们刚刚一开始哦 跟大家讲到了几个数字啊 本身重要的意义所在 那OK 今天各报道头版头条报道的都是哦 有关于呢 呃 这个334本土啦 256校正啦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有关于呢 第三级的警戒呢 应该会要延长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那我想大家可能也都很关心这个数字里面啊 可能代表的意义啊 所以呢 这个中国时报里面是把呃 高龄者成为呢 高风险族群特别标示出来啊 这重症率呢 接近两成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呢 就这个整个的啊 这个就整个的数字来看的话呢 重症率啊 这个等于是过去十天以来 呃 就有呢 呃 这个3584例嘛 这个当中重症率是10.38% 但是呢 光光是年长者的话呢 却是接近两成的啊 那OK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呃 高风险啊 的族群依旧的是 以高龄者为主啊 那尤其还包括有慢性病的 那再来的话呢 一个比较遗憾的就是 他并没有啊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多 比起过去段时间多 也跟一开始因为我们人少 所以你知道小有轻微症状 通通都进到医院里面去救治 那现在真的是人太多了啊 所以呢 有些就在家等 所以在家等 因此造成了这个 呃 快速的啊 这个死亡 就代表他整个的呃 染病的进程也变快了 但是我们的收治的过程变慢了 而因此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死亡的状况 我想这个部分真的是有关于这个我们重复的讲啊 那我想政府当然也是很努力在做了啊 但是呢 显然的真的跟病毒在赛跑 目前看起来还是跑出病毒啊 所以不管是呃 这个集中检疫 加强版的集中检疫中心啊 因为呢呃 程中昨天还在解释说 你说不可能啊 就有人问到说有关于这些重症啊死亡啊 那就说呃 在家死亡的啊 就说那为什么呃 这个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了 那程中的解释是说呢 那不可能都收到医院去 没错 没有人说都要收到医院去 哦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 好几天了 就说我们是要在一个中途站 也就是程中所说的啊 这个加强版的 有医护进驻的啊 这些集中检疫所 那很显然的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办法啊 这个就是他的量显然还不够 去疏解啊 目前这一些收治 这些无症状跟轻症症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是一个蛮重要的 呃 一个可能啊 在这个重症死亡的当中的一个 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呃 有关于这个阳性率 阳性率呢 是一个比较 嗯 算是比较好的消息吧 啊 因为先前的话呢 台北市的万华本来是 呃 10啦 哦 那后来是什么8.9啦 那在昨天啊 这个已经降到了5.9 那新北市的话 降到了4 那所以呢 我关于阳性率这部分的话呢 嗯 我觉得其实在发布的时候啊 确实我就应该分不同的热区来发布了 因为如果说你憨不让当加起来 全国的呃 这个阳性率平均百分之二点多 那当然听起来很很放心很safe啊 但事实上呢呃 这个比较主要的热区啊 状况不一样的 有些地方其实很轻微啊 基本上呢 你可能去呃 这个几百个人啊 去筛检 就一个两个确准啊 但是呢 在北部双北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几个地方啊 这个 尤其一开始一开始的时候 你几乎呢 一百一百个人去筛 可能八九十个人都中啊 那现在当然比较好一点啊 所以呢 有专家建议阳性率的公布啊 可能也要分一些区域 让大家比较知道 要怎么样去避开啊 这些呃 比较需要警戒的地方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几个啊 这个大的数字里面的呃 显现 那再来的话呢 呃 除了高龄者需要被注意 被保护之外 因为在昨天呢 出现了呃 长照台北市有长照机构啊 呃 整个啊 这个目前看起来呢 嗯 一人确诊 后来几乎去筛 通通三十几个啊 这个老人家呢 跟这些服务员 照顾员通通都染疫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也是呢 在昨天爆发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呃 此起彼落 那这个当中 一开始的那个染疫者啊 这个确诊者 也跟万华有关啊 所以万华的 到目前为止啊 还在到处流窜 还在到处扩散 把这个病毒往其他地方蔓延 我觉得这点 是还是一个蛮伤脑筋的地方啊 比方说 比方说前几天的 呃 南投跟屏东 比如什么小吃店啦 有个什么 什么呃 什么护肤 什么什么中心的啊 都是出现八个确诊者 中间都是呃 万华那边的茶室啊 可能跑到那个地方去的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大的 一个是呢 茶室 尤其茶室里面有一些是外籍的 可能是非法的 他们为了要躲避啊 可能的一些呃 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到处去串逃 而这个串逃的人成为一个现在呢 带着啊这个病毒呢 到处流动最大的一个破口啊 这个问题现在是还蛮大的啊 那这个黑数 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我们蛮大的一个隐忧 然后再来的话呢 包括高铁啊 这个跟北捷都传出有确诊者 那因为这是一个大众运输系统啊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担忧啊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了啊 这个高铁说嗯 他们那个清洁员没有接触到旅客啊 也没有上列车 那这个北捷的保全啊 是说他是在保全市里面啊 这个啊影响到的 所以呢也说跟这个车厢应该无关了 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全车啊 跟这个车站站体都啊 这个进行消毒了 OK好 所以这个是几个啊 重要的事件那再来的话呢 呃这个担心疫情海啸 影响到半导体业者啊 这个部分呢 目前看起来也是呢 比较伤脑筋的啊 说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呃半导体啊 最近也是 虽然啊 在估计当中 在美中的啊 这个拔河里面呢 看起来非常的火红 但是第一个 我们并没有用半导体换来疫苗 第二个呢 他又面临到缺水的危机 那第三个 他们认为疫情可能比啊 这个拒绝更加严重 OK好 所以呢现在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让产业自己去进行相关的快筛啊 这是目前看起来呢 有产业啊 他们呢 呃提出了非常的 大的主张 而且他们也呼吁 台湾一定要尽快取得疫苗 否则的话呢 将会不利 呃主导晶片市场啊 目前呢 一直有的地缘的影响力 那最后一个的话呢 是讲到金门 这个金门的话呢 在昨天啊这个 说他们要设快筛战 呃除非是或者是持啊 这个阴性的证明的才能够进到金门去 结果呢 呃当然这个 就是 你很难去让啊 这个每个地方有各自的为证了啊 那所以呢 这个中央防疫中心立即撤销 他这个命令啊 让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呃 关系越加的紧张